3 2 1 OK OK 3 2 1 OK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办理的国际设计交流工作方成果发表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产发处长林鼎超 到场感谢台日韩设计师们脑力激荡 为基隆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国际化的城市形象 发表会中展现多样设计成果 像是融入基隆海港货柜意象的礼盒设计 还有大家熟悉的基隆三宝之一的辣椒酱 也展现了台日韩设计师的创意发想 师傅用明星商品的概念来选出了 我们今年10家不一样的明星商品 那他们都是我们基隆的未来的明日之星 那像是我们现在手上的马路酱 就是我们的基隆的三宝之一 那个酱料的三宝之一 那我们觉得它也可以有一些优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设计师 来帮我们进行商品的优化 那因为原先的商品呢 它本身是玻璃瓶包装 然后尺寸较大 那我们考量到未来品牌 希望踏上国际的宣传跟行销 所以我们将包装呢 变得比较迷你的size这样子 就是全新的优化包装 然后也推出了这种便利性的 就是方便大家在可能家装 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送礼 然后推出这种小型的迷你尺寸的礼盒 文化上面是因为我们这次韩国的设计师呢 其实韩国很有名的一些美食 就是像大酱汤嘛 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辣酱品牌 那他们的包装本身都是以塑胶和料去做包装 那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基隆的这个丸记辣椒酱呢 也俗称妈露奖 那他就是以玻璃瓶身 所以可能在沟通上面的时候 我们会一起交流到说 其实可以透过不同的材质包装来去为品牌加分 团队总共有韩国的设计师 然后还有我一个台湾的设计师 然后我们总共有五位同学来进行交流 那主要还有一位那个韩国的 当代的副理事长 签化老师 然后他来进行我们可能语言之间的交流跟沟通 我们台日韩设计这个交流的平台已经进入了这个第二个年头 那从这个优秀的过去的建筑系的学生 到现在新锐的设计师设计家 那我们期待透过这样子的交流成立一个平台 然后把台日韩各式各样的设计创意都融入在基隆中国 也多次都说我们有山有海 但是我们的整个城市的创意景观 可以再发挥更多一些特色跟创意 所以我们继续努力来把这个设计的方面把它发挥到极致 集结台日韩设计新秀的设计观点 希望让基隆的明星商品未来迈向国际化 市府产发处表示 期待未来能够持续推动更多国际合作机会 来深化基隆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大的晓平必chool 第二个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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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晓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